40多位的艺人 他们共同发起要来支持 响应来协助花莲灶区重建的这样一个 方大伟 杜诗梅 刘毅尔 赵洁等人 现身花莲门诺医院 为当地灾民及医护加油打气 谢谢你们那么努力的加油 我们是代表很多朋友 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心意 希望大家平安 其他人低调不多说 不过众人心力轻微 尽绵薄之力将善款捐给受灾户 我们一起爱花莲 有知名经纪人柴志平 召集包含旗下艺人刘毅尔 赵洁 加上黄大伟 王月 苗可丽 田中千惠 林业廷 一共50名艺人共同响应 募集了100万元整捐赠 其中42万元亲自制赠 给花莲市及吉安乡的低收家庭户 一共11户22人受贿 花莲媳妇杜师梅担任地培 她也说会在号召教会友人们祈福 另外以乌龙院闻名的漫画大师 敖又翔也出手了 包含十八罗汉新京系列等经典之作 一半价4万元实体展售 一共19幅艺术作品也线上拍卖 意卖所得76万全数捐赠给东华大学 帮助校方与学生灾后重建 TVBS新闻高志红 湘明镇崔仲群 一顶刘婷婷欢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